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今天看了NOW電視關於葉劉的一個專訪 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葉劉大家都知道 他的野心非常大 時常都是想登大圍 結果在這個政治環境下 當然是齒路不通 而他的政治生涯高峰 永遠只能停留在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想再上一層樓可以說是沒有機會 在這個訪問當中 他充滿了極大的怨氣 大家如果有看到這個訪問 你就知道他是怨天怨地 十足怨婦上身 到底記者問他有什麼問題 使他這麼怨婦 我們一起看看 首先記者問他 到底在這個議席當中 在選舉中歸零 到底誰要負責呢 葉劉就說 需要問責的就是政府 而不是我 這件事就很大問題 葉太 你繼續是身兼行政會議成員 雖然你是非官首成員 但是行政會議是行一個集體負責制 你不要忘記 行政會議其實變相是一個特區政府的內閣 你是為特區政府出謀獻冊 你要記住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對於特區政府處理逃犯條例的修訂 或者因為反修例而引起的遊行集會示威 那些處理手法 你是非常之不滿意的 你是有很大的意見 你認為特區政府是有失誤的話 你是應該辭去行政會議成員的職位 而不是每個月繼續來私惠素餐 就繼續來出糧 是不是 如果你說你不是私惠素餐 但是你又對於特區政府的施政 也是很不滿的 那你繼續留在行會裡做什麼呢 是不是 你要集體負責的 在這個選舉當中 市民就投下了神聖的一票 就是要你這個建制派保皇黨集體負責 是很正常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說到自己好像完全沒有責任 就要將敗選的責任歸咎在特區政府身上 難道你是完全沒有責任嗎 第二件事 記者問到他有沒有黨內聲音要求他辭去主席的職位 他就說沒有 沒有黨員要求他辭職 他還說一件事是非常串嘴的 他就說如果有人能夠領導新民黨每年籌幾千萬就做主席 我不是很自在而已 你看得出這種態度就是不可一世 你作為黨內的領導 你其實就不應該以這樣的角度來看自己的黨員 你好像覺得他們沒有這樣的能力來籌款 你其實是看不起自己的黨員 你覺得自己好像那首歌仔那麼長 無人代替你地位 到底是不是這樣 而且你還說自己不自在做主席 不自在就假了 老實說你現在就只得回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員和新聞黨主席這三個 就是最主要有影響力的投銜 萬一你如果不再做新聞黨主席 你辭職為敗選 那由誰做呢 可能是容凱恩做的 因為他是立法會議員 可能到其時 特區政府就會委任容凱恩進入行會 你就再見了 你行不行啊 你真是不自在 這些嘴硬是沒用的 有句說話網路潮語 就叫做 口裡說不 身體卻肯誠實 你自己 用你自己的身體 就作出了一個決定 就是坐著新聞黨主席的位置 不走 第三件事 大家記得2014年的時候 他就兼聘了 或者他用他的言詞 就叫做和公民力量同盟 公民力量是一個什麼組織呢 就是在沙田區和西貢區 有一定份量的地區政團 是建制派的組織 類似於什麼 類似於文協在深水埗 有些人都說他 文協就是深水埗黨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公民力量就是沙田黨 曾經在沙田區議會 佔超過一半的議員 都是屬於這個政團 葉劉只是跟他們 所謂聯盟 我認為是兼聘 當然背後誰在扯線 這條紅線是誰在做 很多人認為是中聯辦 好了 今次就連公民力量 都被新聞黨拖累 就是一起全軍覆沒 葉劉怎麼說呢 他說的一件事非常好笑 這就是他的政治判斷 他就說 罵人家這類二十多年前的地區團體的號召力 已經是不及當年 又說當中有很多人是退休膠棒的 老實說 公民力量的歷史長一些 還是文協的歷史長一些 大家記得 馮檢基基哥 文協本來是一個政治壓力團體 後來就變成了一個政黨化 八幾年開始就有了 三十多年前就有了 到現在依然在深水埗押納不倒 還有十幾個位 如果你說這些地區團體的號召力 是不及當年的時候 為什麼文協依然三十幾年 還有在區議會有影響力 而在公民力量四年前 被你所謂聯盟之後 就可以一直都沒有了 這件事是不是有需要反思 可能分分鐘他不和你結盟 他還有幾件證 因為人家真的做那些所謂地區工作 經常都是在餅種為主 第四件事 他就說到關於示威者 和政府之間的關係 他說到什麼呢 那我就把他訪問的Except Wordings 就是逐字抄錄了下來 他就說人數多 上街 包圍你 破壞 政府就盲目讓步 就是會後患無窮 接著他就說到 撤回了又怎樣 不一樣和你 和你倒 接著那些我不說了 即是他認為 政府撤回了這個 逃犯條例的修訂 就已經回應了示威者的訴求 所以他就覺得 政府是一定要站硬 你錯了 葉柳 是不是 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 本來就是6月9日 一百萬人大遊行的時候的訴求 但已經到今天12月15日 葉柳 你睡醒了嗎 你有沒有下街了解那些民情民意 有沒有聽過示威者的訴求 經常說接觸那些年輕人 常說梁美芬還是有些前線勇武 示威者跟他聊天 你問一下梁美芬 到底現在示威者的訴求是甚麼 是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五大訴求當中你只是回應了別人的頭盤 你就當已經回應了 那些示威者當然會繼續出來示威 政府不是盲目讓步 政府的讓步是要回應民情 你做這件事不對就要撤回 怎會是盲目 你經常說這些形容詞很有問題 你說到所有的讓步都是盲目的讓步 這不是盲目的讓步 而是順應潮流 順應民意 這件事很重要 你還說到一讓步是後患無窮 到底你是不是後患無窮 示威者有沒有不停叫價 將叫價升級 沒有 依然是說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喊足半年都是這五大訴求 哪怕你已經答應了其中的一個訴求 就是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 其他四大訴求沒有變過 更不是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訴求 是很正常很謙卑 真相普選其實是你這個基本法裡 是答應了承諾了香港市民 你想想這些就是行政會議成員 到底行政會議成員是怎樣開會 是不是大家很有趣 林鄭就是聘請了這些建制派的人 張宇人、張國軍、黃國健、葉劉 這些人陪你開會 你說會出什麼結果出來 對嗎 而且這些人是瘦身的 就算他是新兼立法會議員 他去行會開會 一樣每個月有幾皮鬥 全部人是出糧 你想想就是這群人管治香港 你說有什麼辦法 不是搞得像今天香港那樣 還有一件事 他當然要拿下彩 在這個訪問當中 最後他就提到自由黨 不知道為什麼他對於田少爺兩兄弟 都特別關心 就是要串一下潤一下他 他就說到 新民黨的前路他就不擔心 雖然沒有議席 不過得票的總和 就比有五席的自由黨多 老實說 在一個選舉當中 就不是算有多少總票數 因為你是政黨和政黨之間 比拼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不要說我搬龍門 如果你將這個選舉 當是一個referendum 當是一個公民投票 公決的話 當然是算是藍營對黃營 哪個多點票 因為你將它視為一個 全民公決 到底是對於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哪一邊的民意是比較多 結果出來就是黃營 民意比較多 但是你葉劉就說 政黨和政黨之間比拼 當然要比拼議席 你比拼票數是沒有意思的 為什麼這麼說 你是偷換概念 你說總票數比得到五席的自由黨多 自由黨是出了十一個候選人 但是人家是十一中五 幾乎是有四成半的 當選率是 新民黨是出二十八個人 二十八個人是全軍覆沒 好老實說 如果你出二十八個人 你的總得票都不超過自由黨 出十一個人 你就真是好去收檔 對不對 這些事情 你還可以叫什麼 跌落地就拿回炸沙 難怪田北俊 就是田大少 是去開過Facebook的Post 是串你的 他的鐵文是怎麼寫的呢 他就說 葉劉搞到和他合併的公民力量滅黨 都不知悔改 他還要串自由黨的總得票比他少 葡萄也沒用 多票數又怎樣 又是一直都沒有 而且他還做了一個很搞事的表情 這樣串他一點 哈哈哈哈 就是那個emoji 他就說 沒有議席又少like 這個hashtag 又不能選特首 慘慘豬 這樣就是串你了 對不對葉劉 老實說 我都沒試過有人這樣比拼 根本不公平 你出28個人 別人出11個人 你說你的總得票比人多 如果你要總得票多 用什麼 全港四百多個區 你全部都報名 總得票最多 不是這樣計 如果你計政黨的比拼 就是計議席 我都沒聽過這麼愚蠢 何況葉劉去美國讀書 不知道是不是美國的先生教他 好了 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到這裡先 逐葉劉 前程似錦 拜拜